十年如一 大家希望MyRadio有另一个十年的话 真的请你现实一些课金 交月费支持MyRadio 如果想用语文继续像现在这样 可以做很多种节目的话 就请你支持MyRadio 继续有另一个十年 现在已经是月底了 你交了月费没有? 未交的话 就请到myradio.hk 节目月费收费表 选选你想支持的节目 预先多谢大家持续支持 MyRadio节目月费计划 曾俊华整个选业工程做得很好 它好得是你香港人真的会觉得 我明明不支持他 我也有点保留 也会支持他 他人气弄得这么盛 如果到最后他落大 一个很清楚讯息 这个选举架也挺重要的 落到区 市民续拥他 然后就和他拍照 每个人都不需要有保镖 什么都不用 真是一人一票 原来真的是习近平那一票 记得看《毓闻会客室》 《毓闻会客室》 逢星期六10点至11点 欢迎来到第二节 刚才我提到 所谓选择棘检的自觉 大家可以用一些例子去参考 例子去参考 例子有些我认识的同学 他在读书时 他已经知道自己想做什么 是 有些人甚至到现在 三十多年 我见过四十多岁都不知道自己想做什么 真的 这个我真的有见过 那他是不是应该四为碰个逼呢 有当然了 那个制御不是太理想 但是这个不可以成立一个藉口的 原因就是 制御很多人都未必太理想 出外逐渡 会受到很多打击 问题就是 你受到这些打击之后 你对自己的自信心 或者自己的评估 有没有出现一个偏差 这个和刚才你讲的 有没有有没有关系 这个师傅 其实呢 应该说 我会觉得是这样的 我会觉得人呢 其实他自己不想 不清楚自己的目标是什么 因为很多时候就说 其实每个人应该知道自己的性格是怎样的 你的性格是外向还是内向 其实是清楚的 不过问题就是 你自己究竟你想尋求什么 如果你说 他经常追着说 我是想赚钱的 我是想赚钱的 但是问题是 你有没有能力去赚钱呢 那变成是追着钱来走 变成是哪样东西 这人轻啊 我做那样 这人好啊 他做那样 其实呢 这样是变成了 你不是利用到自己最大的优势 去做一件事 而是变成了一个 以一个结果去做一件事 那其实是太多了 看到太多了 这个也有一些解释的原因 譬如我们受到太多外来因造影响 尤其是譬如现在 父母对你的期望 朋友对你的期望 是是是 老婆对你的期望 是是 那这些集结起来 你变成了自己很容易迷失 这个就是正正刚刚 我在上一节说的 如果你的正声是多的话 这一件事对你来说 是一个很大的枷锁来的 因为正声多的人 他的面子是很紧要的 他变成是要用别人来肯定自己 那变成了你整天都觉得 如果大家寻求 我觉得你要仇有钱才好 爸爸妈妈觉得你有成就才好 那你就想做一些事是 取决别人 那变成了就很不知道自己是什么 这是很惨的 简单说 如果你说自己是正声这么多的 基本上你应该做一份很稳定的工作 你千万不要寻求在那里跳跳跳跳跳跳 这个不是你的强力 那反而言之 刚才你所说的都不适合入乐圈 不适合的 完全不适合的 因为刚才的正声那些人 就是正观、正财、食神星这些人 其实太要面子了 就是面子太重要 人家对你的肯定太重要了 那变成了你会很辛苦 或者我说一说 刚才说了我的正声 也都说一说其实有偏声的 麻烦他一张偏声图 这一张就是偏声图 偏声图有什么呢 就是天网有相关、劫财、七杀和偏财 这些偏声在一个人里面 代表那个人是向外的 向外性很强的 很积极去进取的 不安于现状的 也有一个人很激情的 最重要的就是 通常有相关性、劫财性、七杀性和偏财性的人 其实他可以很不要面子 他会做一些 这个不是负面来的 不是负面来的 人不要念天下无敌 你现在做一个销售 你不被人骂得 你怎么做 你怎么做 你不吃柠檬你怎么做 你现在在街上这么多人 跟着一个儿子在街上喊喊喊喊喊 你没有这么想的面皮 你真的做不到的 坦白说 这个在现代社会来说 古代来说当然是不好的 这些全部都是偏声 叫偏声 就是说鞋子的 但是现在来说 我们会讲这些 有点醒目 这些聂心 偏声人很简单 简单 他就是喜欢冒险 开放 色酒位 灵活 有开创精神 他会做 看面的事情 不看面的事情 他都可以从容去做 你叫被人骂 我之前有做工作的时候 客人跟他说 叫他打个销售 你上去帮我骂 他就是这样打给一个销售 销售是真是死死地上去被他骂 不是开玩笑 我那时候就 真实个案 我从心底去配复这些销售 坦白说 我之前对销售是有点偏见 我怎么做得出 这些这么差的 怎么说得出口 但实际上 想起来 销售真的不容易做 简单说一句 他做到的事情 你做不到 这个就是 所以我们要从心底去配复这些人 其实他真的有他的方法 所以大家的取态要不断 还有偏声多的人 他可以做一些cold call的事情 他可以不懂得硬着皮靠皮 找客人 他也可以 他又 这些偏声的人因为积极性强 进取 他就会做事是干净利落的 比较性急的 还有喜欢享受的 喜欢享受是对于现代来说 是你的工作的推动力 你喜欢享受 你喜欢买名牌 吃好东西 你换多些钱 换多些钱 你再去做积极一点 变化大的行业是适应的 积极的 不安于位的 有偏观星 劫财星 七十星 和偏财星的人 很容易转工的 很容易走位的 如果你请人的时候 你请了这些人的话 你千万不要期望他会打死一辈子 除非你不断给他一些利益 令他觉得他值得留下 如果他会觉得人家好一点 他会立即二划不住就去走 这就是偏声现在的人 刚才如果跟着你所说的 主要分的时候正声偏声 就是一个大划分的方法 是的 没错 你起码要知道自己 我被人看到 你见到的是什么 如果你说你自己都尋规道举 如如笨笨 或者是尋规道举 你就不要觉得自己可以突围 或者是有创新性的东西 不要这么想 你应该尋回自己的方向 你是尋规道举的 你就做起很安定的工作 这样你就会做得比较舒服一点 但刚才你说的就是一个性格问题 但这个性格未必跟你的财能 不完全跟你的财华是匹配的 举个例子 譬如说你个人好像很好动 但你个人的能力未必求得上这件事 这个就是说 譬如说 如果我是很好动的话 我的能力 你可以 你的白字报告得很好 你很好动的 你可以做一个很出色的运动员 你很好动嘛 你改变嘛 你创新的嘛 你要寻求一个 如果你说你是好动 但你的能力不到的话 你可能就是躲在一个房里面 一直在那里设计 想一些古灵精怪的东西 就是这样 视乎你的命局的那个 那个偏排 或者你说 我喜欢 我是 喜欢一个 投资 投资 很好动的 不断会 想创新的方法 投资方法 都是一个方法 就是不同的 不同的偏升 有不同的取态 譬如相关性 投资的问题 娱乐圈的人 就多数都有相关性 因为相关性就是 他的表现 他有展现 感性 他有他的才华 他很容易地 将那件事 很无无保留地表现出来 这些是相关性的性格 相关性的性格就是 亦都是说 很骄傲 很狠争 说话很串 这些全部的性格附带 在偏升 在古代来说 刚才说 负评是比较高的 但在现代来说 偏升 是比起正升来说 是容易受人欢迎 因为 实际上现在 我们经常都说 香港人是很 醒目仔 要 要懂得寻找机会 反法向上 如果你是正升太多的话 其实你的动力是不够的 而这个偏升 偏升多的时候 这个就是 在现代社会 是追求这件事的 所以一般现在 一般现在成功的人 坦坦点说成功的人 比如偏财星 举个例子 偏财星和正财星是不同的 偏财星是说大钱 是说投资 股票 基金 正财星是砍石 买咸脆花生 在现代来说 个人都不会觉得 正财星很辛苦 当然要偏财星 这个是现代社会的看法 是完全不同的方法 我就是觉得这样的 这些东西大家就不要强求了 最重要的一件事 人生我觉得是什么呢 就是你妈妈做完 后回家睡得着 这个 我完全同意 这个台长觉得很适合 就是完全適合我的想法 因为做事其实呢 坦白说 你可以做到很黑人争 你可以做到不择手段 其实你 我经常说 你睡觉是睡不着的 有时候你赌得很大 比如你投资 比如买空买空 或者泰式的杠杆 其实你真的睡不着的 就算你赌波也睡不着 有些人要睡得着的 有些人要这样 他才有够嗨 有些人做完坏事 他又会睡得着的 这个就真的好看你自己的DNA是怎样的 我又不能一刻而论的 只不过我们大部分人 尤其是我们这种教育 这种監禁本来出来 就觉得 如果你做一些你自己觉得是好的事 有意义的事呢 你这样回去就挺开心的 这个普遍我认识的人如此 但不等于全世界人都是这样的 大家有一种 知道这个世界一样的 米样白柔人 我这样说 我比较正面一点 我觉得人一定是知道自己 什么是善恶的 他一定知道的 他一定知道的 但是他是做不做的 或者是唯而不唯的 他怎会不知道 我相信有时候 有些情况就是 譬如举个例子 有些人看到他做一些事 是很不合理的 你会跟他说 你会不会这样教你的儿子 他都会自己呆一呆 是的 但是他会照做的 这个他是知道的 那又有些方法的 譬如自己骗自己 令到自己忘记一天休息的事 很多方法的 我们不需要去深究 刚才你说的有一件事 我想很实际 要问一问师傅 对于一个人来说 他一早已经提过了 他有一件事的自觉 父母在这个问题上 应不应该去推出子女呢 这个有很多层次 例如十几岁 他选读什么书 已经影响了他将来做什么 是完全同意的 譬如说你 到二十几岁或三十几岁 我看到有些父母还是去尝试 去影响子女去解决什么职业的 这个问题在哪里最突现呢 譬如说一些所谓专业的范围 爸爸做律师做医生 差不多很多子女都跟着做 他未必真的喜欢的 但是 所以我们学懂玄学的话 你信不信 对我来说是个统计学 如果你相信玄学 或者你爸爸妈妈相信玄学 你知道孩子的才能在哪里 我们分两个层次的 一个层次就是 他人生做下去 做这个工作 他是开心还是不开心 这是第一点 第二就是 他做这件事 是不是帮他带来到名誉或者成就 是另一件事 是两个完全不同的事情 这个你要调清楚 如果你说 你知道了他 其实是不开心的 他喜欢打斌的 你选一个人去做布律师 其实 他受于你的人威之下 他真的可以被逼要做 但是其实他 到了一个情况 就是当他的运势 我们当他的五行李的时候 他自己都会脱离回这件事 做回自己的东西 所以 我会建议 你父母对他的期望是好的 如果你相信玄学的话 或者你相信 分学一些的 什么九言人格 如何都好 其实九言人格 和八字都很相近 你相信这件事的话 你多点了解了 你的下一代的成就 或者他的喜好是什么 你随着的方向 尋求的最大得益 就是说 他有开心时 又能够得到名誉 或者成就 是最好的 而不是说 你是律师 或者你是医生 或者你是什么都好 他跟你做 老实说 现在很多人 爸爸做生意 儿子不喜欢做生意的嘛 你会见到 儿子好像拉由上树 叫他做生意 看这些数字 我觉得这个是很惨的 我认识了朋友 或者我面对一些客人 他也是一个问题 就是我间调盘生意 怎么办呢 儿子不肯接受 这个是没得逼的 如果你的儿子不是 那个才能的话 那是没办法的 简单来说 简单来说 有些人说 你儿子的名格 其实是一个收到的人 可能是一个收到的人 你敢逼他做生意 其实他很痛苦 这个是收到的人 他从他自己的方面 都可以得到成就 读神学 或者是做一些东西 当然他会开心 问题是 你眼睛很多就是 两副钱 你不停推他 他在最后就是 扔下一些东西 不做 你看到有些人 其实小孩子也是 现在你每个妈妈都说 他学琴 或者打鼓 这个孩子 其实有没有这些天分呢 没有的嘛 简单来说 他最后就是 他最后就是 我不画了 这个是 对他来说 有一个裂痕 对你来说 我又不是太贊成的 不过当然 有很多人就未必相信 这件事 在我来说 如果你知道 了解多些 用一些其他方法 了解多些 你的子女的强项 你加强在方面的推动 他得出的快乐 成就 是会再好些 不是 但是这个 如果说我们用 那个圆堂的团体 就是说你 你虽然不需要那么早去看自己的 那个 升盘 或者这个 名格 如果 如果以一个 想令一个小孩走的路 比较 简单说 舒服点 或者是 合行点 其实早看是 没有什么坏处的 他来说 譬如 有些人会问 我的儿子 或者女儿 是否适合去学校 读书 他会这样问 这个很 现在的 这个时候 或者是适合去 什么地方读书 确实的问题 如果你选一个地方 东南西北 对 对 英国好 中国好 澳洲 美国好 台湾好 澳洲 东南西北完全不同 这个令到那个小孩会好一点 例如 有一个客人 几年前 他问我 我想我女儿去读书 我说你女儿十三岁而已 他说我想看一看 我计划定 我跟他说 你女儿十八岁前就不要想了 十八岁前就不要了 因为他的女儿十八岁前 都是不读书的 即是你看到那个升盘 对 不会读书的 是很懶的 如果你这个子女 在他十八岁前 推了读书 其实你没有了女儿的 因为他无所事事 你去到就浪费人 浪费生命 如果是这样的情况 你不如在他身边看好一点 到他十八岁 成长了就会想 你再放他出去 又有另一个世界 我说你会这样做 是对他最好的 因为他会 坦白说 他在香港都已经是 无心读书 他不是坏 他不是坏 不过他无心读书 你推了一个人去那边 外国一个人 没人照顾他 其实 他不读书 可能又给其他同学 他自己觉得浪费生命 其实是浪费钱 因为他不懂得想 不如你放在身边 教好他人生正确的方向 不要读书 起码 自己的心态 或者操手会好些 去到读书的时候 到了十八岁之后 转到另一个运 他就会好好的 他就会好很多 好 阿允金师傅 如果你没什么其他 技术性的东西 再介绍给大家 我有一个问题 我想都很切身 好 就在古代 其实那个工种的选择不多 刚才我练出来 是市场工商 基本上没有 但是现在在现代社会 那个工种的 变化很大 变化很大 那在传统的玄学里 如何去看现在的工种呢 如果一般情况 我给你一些很辣的例子 譬如打机 有些人如果打机 可以成为一种职业 可以用来赚钱 那我们如何套用正观 偏才和正才里面呢 所以我们做玄学 一定要与时并进 我们一定要了解世界不同的工种 比如一个例子 打机属火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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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打机是因为电子 是电的方法 是用电的方法 是属火的 还有打机是表现的 是相关性神星来的 所以这些就可以套用下去 如果你有相关性 你是需要火的 你的成就会高 如果你有相关性 你不要火的 你打机不成就不高 这个是用打机的方法 所以我们在任何的工种上 我们都要与时并进 都要慢慢去细分 究竟这件事是属于什么 有一件事是我自己的 以前没有网台 这件事 十几年前没有网台 那有网台 那网台 究竟是属于什么职业 网台肯定是属火的 因为没有属火 第一它是资讯 流动得很快 现在我们的网台 是用电子的方法去传计 这个是属火的 这个是 如果我们说的食神星是人性 人性 人性就是资讯 人性就是资讯 人性就是给别人一个知识 人性就是人性 人性 他说你的命局是要火 又要是印星的话 那就越做越好 但是如果你说 你是要火 但是你印星是不对 的时候 你就做这一行 但成就就比较上没有那么好 这个是要视乎你 那我听到你说 我现在要聘请那些人 要做这些人 我都用的方向去看看 这个其实我认识很多客人 其实他们都 就是跟着学生 他们都是学来 主要是如何聘请人 因为他觉得很有效 我会觉得 就是视乎不同的主管 有不同的需要 有些主管 就是我不怕穿他们煲 有些主管说 我专程点不职 当然 为什么职的就是 这些主管就是不职的 有些说 我不要紧的 最重要是两三年内 最重要是帮我赚到钱 这些销售是很职的 他走不紧 我最重要是 利用到他头两三年 帮我赚最多的钱 这个也是老板 自己的心魔来的 很多人说 用人为才 很直觉 其实不是的 我认识的人 是有些套用一句说话 就是 没有大朗开门 这句说话 后面的拳后语是什么呢 不能比我高 就是用人 永远是 不能比自己的 他也很成功 但是 这个是自己一种 性格使言 一个就是 他自己的能力比较低 他对自己的食区 不是的 我认识的人的能力不是低的 但是很自觉 那就是既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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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这些真是无谓的 我又觉得 这些事情 是不让人自己去判断的 这些事情 是你自己生出来的 性格如是 如果用师傅的角度 就是源河的角度 我就是心理的问题 他出生 他经常要找尋这种安全感 自己聰明的安全感 但是 譬如说 美国那些很大的公司 曾经有一个名言 我不知道在Google那边 哪个老板 他说 我请人一定比我 Bill基说 我找一个最懒的人 做一件事 专闻一些工作 他说过很多话 第一件事 刚才你说的 他说他请个人 一定要够懒 因为如果不是懒的人 他一定是 想办法做一些 大件事 他说的是什么 不犯大错误 他不会请的 那为什么呢 就是因为 如果你一定要做一些事情 而你 不可能是 永远都是做对的 是 那换而言之 他说的这个 就是犯大错误 就是说 那个人 他会做很多事情 至少他都 或者是他认识 他不会 不会保守 就是不会说 因为我怕犯错 所以我不做事 尤其是 如果去到一个 很大型的公司 就是这种官僚的杂性 其实是保护了很多 不想犯错的人 这个哪里看到的 政府就是 政府就是 多做多错 少做少做 不做不错 所以就是这样 政府的官 多数是透正观性的 正观性 正人性 这些就是恩秦 保守 不要改变 但又要免 又要免 又要门免 这就是很适合 如果你是正观性多 就是当然做官 官性就是官 但是当你做这些事情 你就陷入一个律 就是说 你要免了 又要免 又要免 又怕被保守 又怕犯错 又要不坏 那我们这些官很多就是这样 是啊 如果各位不相信 那你可以做一些统计组织的 你可以尽量搜索 这些人的星盘 或者那个名格 那你就去认识 那你不一定找现代 你可以找一些古代的 就是一些 就是你肯定 那他出生时人霸殖 就是这样的了 就引证他 他做出来的事情是怎样的 那我觉得如果你用这个方法 去看一些历史人物 都 催眉性都相当之强 那我简单来说 就今天我们只为了一个开始 因为譬如涉及到这个 就是选择职业的问题 事实上有相当之深的学问 而最重要的是 如果老闆请人 请对一个不对的伙计 你都挺麻烦 我不是说那些 请你真的会炒的那些人 而是他可以潜伴在公司 几十年做破坏的那些人 是啊 有些人是专做破坏的 那些破坏的人 我稍后那两集会说 我讲一下 每一个性格的人 有些人是专做破坏的 专做破坏都不是不好的 有些人中作 例如一个例子 我简单一点的 我认识一些人 他的工作就是去炒人的 他代表回来 就是老闆请你回来 我请你回来三个月 你帮我做的事 炒掉或起了这个部门的底 就是起了他 因为他没有包袱的 我又不懂你 我总之用来破坏 那这些是哪些行业 现在最有用呢 就是那些 merchant那些 就是商、合併、收购 接着回来拆拆 那些 那些在美国很多 很多很多很多 他特意做这些事 那些就是破坏的 所以那些人就不怕黑人真意 也不怕被人骂 是 没错 好了 我们今天的节目时间差不多了 学了相当之多 师傅下两个星期 你会继续和这方面发肥一下 好 我们下星期再见 拜拜 拜拜